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冰杰 10月20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成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成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为什么要推动《成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有什么重大意义 如何唱好双城计 共建经济圈 如何合力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携手共建新增长级 对于这些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玉 为我们进行解读剖析 董院长您好 欢迎您到来 您好 谢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要向您发问了 《成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内容 十分的丰富和详细 那么您觉得纲要的亮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推进《成域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部署 那么刚刚发布的《成域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 是我们国家区域规划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划 它既是指导成域发展的蓝图 它同时也是在全国的区域发展大局当中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规划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首先这个规划占位比较高 它是一个关系全局的规划 推进《成域双城经济圈建设》 是在2020年1月份 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上面 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然后在去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面 又在相关的部分对双城经济圈建设 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在今年两会上 十四五规划纲要又提出了 推进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任务 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打磨之后 最近中央发布了《成域双城经济圈规划纲要》 那么我们来看待这个规划纲要 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央的全局的战略当中来看待 放在整个全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的位置来看待 要把它放在我们全国去发展的重要的位置来看待 这个规划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规划 它是中央的文件 它是一个事关全局的规划 这是第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特点 我觉得这个规划定位非常的清晰 指明了成域双城经济圈下一步发展的基本方向 这个规划纲要它鲜明的提出了 成域双城经济圈未来双中心双地的这么一个定位 这个定位它是根据成域目前发展的基础 它未来的优势 以及它目前需要解决这些短板问题所提出来的 然后非常符合成域目前发展的现实 也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 那么相信只要能够顺着这样的定位 往下发展下去 那么成域的发展一定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第三个特点 我觉得这个规划是一个以系统观念编制的规划 它其中面对成域的发展 提出了到2025年和到2035年的不同阶段的任务 它又根据成域发展的侧重点 然后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具体的任务 然后相互之间都有密切的观点 它既在成域内部不同都市圈之内 都市圈和周边之间的相互的关联 它做出了系统的部署 然后它在成域之间也进行了系统的谋划 与此同时它又系统的考虑了成域地区 与西部地区其他城市群的互动的关系 考虑了成域如何融入全国的区域发展的大局 那么所有的任务相互之间 都是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 那么第四个特点 我觉得措施非常的实 强调了一些成域当前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比如说基础设施的问题 比如说空间布局的问题 比如说产业链协同的问题 也比如说区域和城市化结构完善的问题 比如说民生相互之间共享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是成域在十四国难受更长时间 要卖下新的台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想呢就整个规划高要它由近至远 由点极面覆盖了成域以及更大区域范围之内 区域问题所需要解决一些共性问题 以及成域本身的一些特点问题 然后它是一个具有面上式翻译的规划 与此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带有鲜明巴蜀特色的规划 感谢您的回答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啊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长江经济带建设 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深入的发展和实施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推动成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它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看待这个成域双城经济圈建设 不能只把它看成一个区域的局部的一个规划 也要把它放在全国大局上来看待 那么我们看规划纲要 就要把它放在呢 跟全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之间的地位 和项目的关联来看待 我们知道呢 今年的两会上 对未来十四五发展呢 做出了系统的部署 那么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精神 就是三个星 也就是说未来全国和各区的发展 要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三个星呢 是十四五号的核心要义 那么成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 其实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的 那么我们从全国来看 我们要打通内循环和外循环 要在内循环之间建立起更加顺畅的关系 要促进市场的更加的流通 要促进要素的更加优化的配置 那么这些呢都客观上要求 我们在全国谋划经济布局的时候 要在西部地区要去布局一些增长级 要去能够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急剧 那么成域地区呢 它在西部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的人口 它的经济规模 在西部地区目前呢都处于第一梯队 那么党中央在成域地区布局 实际上呢就是在全国的这种大循环的这种格局中 落下了重要的一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一旦如果能够成域地区 在现有的技术上取得新的发展 它必将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它必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 它会起到很好的一种示范作用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成域也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开放门户 它是我们国家向西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它是我们向南开放的重要的门户 它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的汇合点 那么这些都决定了成域呢 在我们整个发展当局当中 它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西部枢纽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能把成域给建设好了 它就能够畅通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 能够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具有更强的这种辐射作用 能够对这个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发展 也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那么所以我们看待成域的发展 要把它放在大局当中来看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成域呢 现在发展也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知道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的部署之后呢 全国各地都在谋划发展方式的转型 尤其在比如说现在在那个双碳的背景下 我们要推进这个碳中和碳达分目标的实现 那么我们就要去努力的推动 向原来的一些传统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去推动一些传统的产业 向先进自造业 向现代服务业去转型 而成域呢 又具有这个极具产业 极具经济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它在这个方面呢 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在我们的西部地区呢 打造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 那么这个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个成域呢 在这个城市生活方面 在那个城乡统筹方面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基础 那么作为一个接近一亿人口的大城市群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区呢 我们能够把那个 如何推进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给做好了 那么我相信它 它一定会对整个西部地区 这个名声的改善 如何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起到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所以呢 如果能够把成域地区综合的各方面呢 都能够提到一个新的台阶 它一定会是我们一个全局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感谢您 刚刚您放眼全国放眼这个大格局 为我们分析了一下它的重大意义 那么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也跟刚刚稍微有一点关系 那么就是成域地区双城的这个经济圈的建设 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那么又有哪些不足和短板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 那个成域双城经济圈呢 之所以能够上升回国家的重大战略 和它本身的优势 这些年的成功的经验呢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的话呢 陈瑜呢 在全国的这种区位优势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它是我们向西和向南开放的重要门户 它呢 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它也是长江经济带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么它无论是在交通上面 还是在经济上面 都有非常重要的西部的枢纽的这么一个作用 有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在成域地区汇集 那与此同时呢 成域呢 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群 它在全国的这种城市群布局当中呢 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十四五规划呢 对全国的这种城市化布局提出了 19加2的这么一个布局 那么成域呢 这些年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人口经济的这个 这个集聚上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呢 它会对全国的这种城市化发展呢 带来非常好的这个示范的作用 那这个呢 也是它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呢 这些年呢 成域在这个产业的这种升级方面 在优势产业打造方面 也积累了非常多的基础 它有一定的人才的优势 因为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 都有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强的高效 有一批的科研人才在里头 然后也有一些实力很强的科研元素在里头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成域呢还有呢 非常好的要素的优势 我们知道那个成域地区呢 有非常富级的这个资源 能源资源 你比如说像叶岩器 像一些重要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些 这些呢都能够为成域呢 发展一些重要的这个产业 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那么与此同时呢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成域呢 在产业链的协同方面 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它的一些产业的配套 比如说汽车产业和相关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配套 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那么这些呢 都为它下一步的这种经济结构的这种 转型和升级呢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这些年呢 国家呢 把一些创新资源 也向成域呢 做了一些倾斜和布局 也包括呢 在成域地区呢 建设这个科技城 那么这些呢 也都会为成域的未来的发展 提供强预的支撑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成域呢 作为一个内陆开放的 一个独特的一个区域 那么它面向这个国外的开放 也有其独特的优势 它是我们西部地区 最大的这个航空枢纽 然后它也有非常发达的 这个水陆运这个条件 那么相对来说呢 它能够更好的承担去 从西部地区出发 向我们的周边呢 去拓展中国的这种 开放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重任 这些呢 是我想呢 是成域的它的优势作在 那么当然它的发展当中呢 也是存在一些短板的 从综合实力 从总体的这个发展水平当上呢 那么成域地区呢 现在和这个我们的东部地区相比呢 还存在一些差距 有些地区呢 人均水平呢 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从产业结构来看呢 一些高新产业总体规模呢 还是不足的 还没有形成的特别大的一些优势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它的这个区域结构 它的这个城乡结构 内部呢 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我也看了一下 就无论是这个四川 还是重庆 如果光从这个区县之间的人口的比较 经济的比较看 可以说呢 这个差距呢 还是非常大 非常大的 那么即使在城与双城之间中间呢 其实呢 目前还处在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低的一个发展水平 它还难以承接起 就是连接城与之间的纽带 能够拖起这个纽带的一个作用 那么城与经济圈的发展 它就必然受到呢 就周边的这些影响 那么要带动这些周边的影响 要补上这些短板 它必然需要付出 比较坚固的这个努力 感谢您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它的这个战略定位上 我们知道 城与地区双城经济圈 要建设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的这个生活移居地 那么关于这个战略定位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它呢 两中心两地呢 是这次呢 规划纲要啊 对这个城与的特别重要的定位 那么理解这个定位呢 我想呢 也要从中央呢 对城与地区的一个总目标呢 去左眼来看 从这个财经委第六次会上 那个中央其实就已经提出了 城与呢 要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动力源是什么意思 增长级是什么意思 那这些呢 我们都要发展把它放在全国经济发展当中来看 那么其实呢 在这个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 中央呢 已经对区域问题呢 做出了一些部署 那么其中就提到 像这个金经济 长三角又赶往大湾区 这样的地方呢 要成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那么在第六次财经委会上面呢 更进一步就明确呢 把城与呢 打造为一个新动力源 也就是说呢 要向这些地方就去看齐 那么通过 类似于城与 以及其他的一些新的动力源呢 要共同跟原来的三大动力源一起共同的构成呢 推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那么这个呢 是目前呢 我们区域发展的一个总的一个考虑 在经济方面的一个总的考虑 那么我们理解这个增长级 那么增长级 它当然是要在这个动力源和这个全国的来看的这个增长级当中呢 它发挥一个作用 因为城与呢 现在在整个西部地区大概占了三分之一的这个一个比重 从这个经济上面来说 那么它当然需要继续来通过高质的发展进一步的去做大经济规模 目前整个城与双城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呢 在全国的比重呢 还不到7% 虽然在西部地区已经很好了 但是呢 从全国来看 它的规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新发展国际当中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呢 我想呢 首先呢 它第一个这个中心是一个引领性的 也是一个同事也是一个基础的要求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双中心啊 和这个双地之间 他们相互之间 其实存在一个内在的一个逻辑关系 那么我们没错 我们是要实现这个增长级的这么一个目标 经济中心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么要打造重要的经济中心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什么呢 科技创新就是基本的路径 所以呢 科技创新中心也随之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实现这样双中心的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需要以什么为动力呢 就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所以改革开放新高地 也是重要的一个定位 那么这些最后都要落在什么一个根本的目的上面呢 那其实就要落在那个让人民群座能够在这个双层经济的建设中能够得到实惠 能够得到实实在在好作 能够随着双层经济的建设 让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我想这也是这个高品质生活移居地的由来 当然它移居的内容很广了 它除了这个人民生活以外 它也包括这个生态的环境的要求 那么成衣地区呢 也是作为这个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的上游地区 那么它也承担了保护生态的这个重任 那么像这些呢 都是内化在这个双中心和这个双地当中的 感谢您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建设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中提出 畅好双城际共建经济圈 合力打造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 那么在您看来 唱好这出双城际 它的这个关键性因素在什么 它关键在哪呢 我想呢 这个其实就跟当初啊 确定成余双城经济圈的名称有关 我们看到这个18大以来呢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重大的区域战略 我们也看到很多城市群呢 都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区域战略中有自己的定位 但唯独呢 这个成余被命名为双城经济圈 我想这本身就体现了这个经济圈它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呢 它是那个双核心驱动的 它是由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来带动的 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的主城区 它都具备了建设成为国际级大都市的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要把这个地方给发展起来 那个双核驱动是格外格外的重要 那么所以我想呢 要创好双城记 首先呢 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去把这个两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 分别把他们能够建设成为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 乃至更大范围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先要把这个先去做好 那么再之后呢 我们也要考虑双城之间 毕竟他们要建一个共同的一个经济圈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在成都和重庆之间如何去打造更好的这种纽带 去建立更好的这种联系去让他们的产业更好的协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规划纲要当中特别特别强调统筹和协同 那么现在呢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有些区域之间存在一些竞争的关系 也有一些地方存在这个产业雷同的关系 但我想通过这次双城经济建设 是会去促进两个地方去共同的发力 去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发力 那么可能就要在具体的一些步骤上做出一些部署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 创好双城记 它也不是两座城市的事情 那么这两座城市分别要带动自己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 那么不同的中小城市之间 他们也要去形成合理 也要去形成功能定位的对接 那么我想呢 如果要真正的要想创好双城记 那么首先就要把这个双城要放在一盘棋里去考虑 那么这么可能就要从中央层面去加强这个统筹协调 要建立专门的工作机制 成余之间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 能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面能够取得协同 能够形成合理 感谢您 那么创好双城记 成余地区重点应该关注些什么 包括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统筹和协同发展 那么在未来两地又该如何促进这个双圈互动 双翼协同发展呢 那个从双圈互动双翼协同发展的角度来说呢 我想呢要重点做好三条线的文章 那么首先呢 主要还是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之前的这条中线的文章 那么中线我们都知道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由于地势的关系的确实呢 中间的有些视线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那么我们要把这条主楼带给做强 当然要通过这个交通的这种连接 要通过呢产业的相关的布局 要让中间呢形成若干戈 能够有效连接的这个节点 这个呢非常的重要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在北翼和南翼也都要加强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在规划纲要当中 实际上呢 对北翼和南翼呢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那么在北翼呢 突出强调呢要一体化 你比如说呢四川方面 他要以这个南翼和这个达州为中心城市 来促进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 在重庆方面呢 也要以万州为中心来促进这个渝北地区的发展 然后呢通过呢这个川东北和渝东北的这个对接 这些强化这一区的一体化发展来形成了一条比较 相对来说发展能够更加同质化的一条北线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在南翼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这个 川南地区 川东南地区和于西南地区相互之间如何融合发展 做了重要的部署 特别是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城市 对一些航道的对接 对一些这个重要的产业的对接 特别是产业园区的建设 都做出了相关的部署 把这个中线北线和南线的文章呢 分别做好了 那么这个呢 肯定会促进这个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两大城市 互相相向的一种一种发展 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个成都都市圈内部 在这个重庆的都市圈内部 也要各自去做好自己的文章 那么可能就要进一步去谋划自己的这个产业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 中央在规划里面对这个重庆 对成都都有新的定位 非常的具体 你比如说 这个对重庆有这个金融的方面的要求 那么对这个成都有文化方面的要求 那么当然两地之间呢 也有一些共同的 你比如说这个国际消费的目的地 就像这样 那么这些呢 有些是相同的 有些是各个城市呢 它自身有基础 或者有特点的 那么这些呢 可能就要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政府 在各自的城市发展中 有针对性的落实规划 要求去做出新的这种部署 特别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 一个呢 是这个特色产业的谋划 一个呢 是这个城乡的这个融合 再一个呢 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 感谢您 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两亿协同发展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两地存在这个合作不够深度 甚至是竞争大于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存在 那么成于这个双城经济圈 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矛盾呢 那么又怎么样通过他们自身 来促进协同发展呢 我想呢 看待这个问题啊 也要辩证地看待 首先呢 竞争并不必然意味的是一件坏事情 那么这一位的两地之间呢 它有更强的动力去努力赶超先进 去达到一个新的一个水平 那么当然在竞争当中 我们要避免的是恶性竞争 那么确实呢 现在有些地方呢 在争夺一些项目啊 在一些产业的布置上面呢 确实存在了 有些哪怕是比较相近的城市之间 相互之间呢 也存在一种恶性的竞争关系 而促进成余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呢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去发生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呢 对这个两个城市的这种无论是产业方面的布局 还是基础上市方面的布局 都是有侧阻的 那么比如说呢 对成都的这种产业的谋划 它就跟这个重庆的这种产业的谋划 并不尽然相同 那么与此同时呢 它也强调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资源的这种共享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以这个创新为例 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成都 有自己的这个科技城 在重庆也有自己的科技城 那么中央来看待这个国家级的这种科技城的建设呢 它是作为这个一区多元的谋划发展的 通过这种布局方式呢 也就是说呢 它里头的一些科技的基础设施 有些科研人员 有一些共同的这个研究 是其实是放在一起去统筹考虑的 那么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形成的这种创新的合力 那么当然创新的合力呢 它会带来产业上的这种协同 我们也可以看到两地目前都有一些各自不一样的特色产业 那么我们也可以相互为对方去做配套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相信呢 现在有了新的这种协调机制以后 有些事情呢 是可以协同的 然后即使是有些东西大家要一起都要做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通过这种双生经济圈的机制建设 把它放在同一个产业合作园区去做 事实上呢 现在已经有类似这样的布局了 那么据我所知 好像今年前三季度 两地已经有几十个重大项目 合作的重大项目已经落地了 投资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都说明了两地呢 现在呢 是实实在在在推进合作和协作 而不是只把它落在这种纸面的这种文章上面 感谢您 那么其实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里面的这个大中小城市和县城 包括刚刚您也提到了 存在这个发展不协同 发展错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针对这个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实现错位发展呢 首先呢 我们要辩证地看到这个错位发展 因为呢 在存在化的不同阶段 它会展现不同的形式 你比如说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 确实出现了这个经济和人口 向省会城市集聚 向主城街集聚这么一个态势 目前这个在成余城市群当中 这个成都和重庆 这两地的经济重量 已经占到整个城市群的大概一半左右了 那么成都呢 在整个四川的守卫度也是比较高了 那么重庆的这个组成区的集聚能力呢 也是非常强了 那么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呢 它必然会出现了这个中兴城市的这种红系效应 就在周边地区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个可能就要通过规划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国家十四五规划高压造成 它对我们国家的十九个城市群 其实是做了一个分类的 其中第一类是优化提升的城市群 有五个就包括了成余双城经济圈 这个其实就是中央针对成余的特点提出来的 成余目前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了 什么叫优化提升呢 优化提升也就是要充分考虑两个城市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要考虑它所可能的空间 有些产业不一定非要都要布局到中兴城市 是可以向副中兴城市 是可以向周边的中小城市去布局的 那么这次在规划高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城市的功能定位 除了两个中兴城市的功能定位之外 事实上对于周边地区是有一系列的部署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都能在中间找到自己独有的定位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有意识的强调 中兴城市如何去发挥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比如说在四川就专门提了成德棉煤的同城化的发展 对于重庆也提了主城区与渔西地区的同城化的发展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首先是在中兴城市和周边相近距离比较近的地区 去做一些新的布局 去布局一些产业 去布局一些资源 那么这个就是作用 那么与此同时也通过刚才说的北溢和南溢的带动 通过一些区域性的枢纽节点的建设 去在这些地区建设一些区域性的小的中心城市 那么这些城市通过这些城市 它也会对周边的尤其一些山区 能够更好地把生态工程区的人口去集聚到这些城市 这也能起到一石双鸟的作用 它既提升了这些城市的实力 与此同时它也是减轻了生态地区的发展的压力 那么当然光靠完全自身的这种布局 有时候也完全难以达到 就是能够让周边地区均衡发展的目的 这时候可能就要从国家层面 从省力层面要做一些新的部署 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通过公共服务资源的这种均衡的部署 去带动那些地区的发展 我们现在也看到教育的资源 医疗的资源 像这些资源可能要有意识地 要给旁边的副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 去给他们一些倾斜 这样能够让这些城市对人口具有更好的集聚力 也能够从而形成大中小城市 更加协调发展的这么一个格局 感谢您 那么我们知道城域地区作为 它是西部作为最靠近湖幻庸县的经济龙头了 它肩负起来要建设中国经济新增长级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它的综合实力也好 还是竞争力也好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那么您认为 这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您认为如何减少缩小这样的差距 建设中国新的这个增长级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首先这个城域地区 那就要向东部地区去学习 就你看到差距 你认识差距 你找到差距的原因 你才有可能去真正的去缩小差距 那么它当然跟我们过去西部地区 去发展的历史原因有关 它也跟这个区位的一些条件的差异有关 跟自然资源的差异性有关 那这些呢是客观存在的 你不能忽视这些去硬要去推动发展 这个呢是一种不科学的一种发展方式 那么高质量发展就是在 你要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 你要去找到你自己独特的优势 那么事实上呢 城域地区呢它还是有一些优势所在的 那么刚才说要向东部地区去学习 那最重要的学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要向东部地区去学 怎么改革 怎么开放 我们要建设重要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那么城域地区你就要在改革开放方面 要去做一些现在其他地方暂时还没有做的这种探索 然后你做出这些探索以后呢 你才能去做示范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 当然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了 你比如说呢 我们在如何优化这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方面 其实如何打造这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方面 这个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中央现在在深圳 在浦东都做了一系列的试点 那么这些试点已经形成了一些鲜活的经验 像这些经验呢 城域地区是完全可以去取经的 你再比如说呢 我们开放虽然这个内陆开放和沿海开放具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整个国家我们现在的对开放的要求是要逐步向制度型开放去转型 那么我们在一些开放的窗口方面 你如何去提高这些开放窗口的效率 如何去优化我们的进出的这种环节 像这些方面其实你可以去像海南自贸区 像洋海地区的自贸区去学习有很多地方 可以学的东西是要有很多很多的 那么当然了 在学习的技术上也要去思考 而不能是照搬别人的经验 我们要去看 你比如说城域地区也有一些不同 也自己做的好的东西 比如说城域地区的文化产业 那这个就是做的很好 那这个你就要去 如何去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去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 那举个例子 那过去可能我们区域性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很讲究产生融合 那在那时候讲产生融合 可能在城市旁边建一个工业园区叫产生融合 那么在新的发展条件下 我们去推动产生融合 那比如说我们就要考虑文化产业它自身的特点 它很多都是布局在这个市中心的 那么年轻人它的这种就业的这种特点 像这些东西都是新的这种城市的这种发展 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和条件 而这些恰恰作为后发城市 它是具有自己的优势和条件的 那么你如果通过能够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它实际上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正面的效应 它会带来人口的积聚 它会带来创新的发展 它也会带来现代服务业的这种发展 那么像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自身要去思考 那总之我想只要愿意去解放思想 只要愿意去大力的推动改革开放 成余一定能找到自己符合自己的这种发展路径 感谢您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蓝图已经汇旧 那么如何保证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顺利实现 是我们主要要思考的问题了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呢 蓝图应该如何变成现实 对 规划编得再好最终还要看落实 我刚才已经说了 其实这个规划纲要 它不光是一个五年的一个规划 它实际上是要到2035年的一个远景目标的 我们远景目标是要到2035年去完成 建设高质量的成余双城经济圈的这么一个任务 那么我们就要用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 我们要久久围供一步一步的往前推 那么当前呢 当然当务之急是先要把机制给建起来 又需要一系列的这种协同发展的 形成合力的这种体制机制需要去构建 这方面呢国家层面已经做了一些部署了 成余呢双方的积极性都很高 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了 再一个呢就是要把规划干扰中的一系列的 重大工程和任务去落实 我们也看到了规划当中的明确了一系列的 可以直接落地的这种工程 那么这种工程你要就明确这个资金 明确专门的人 明确专门的部门去负责 我相信呢要列出一个呢 这个任务图来 要列出然后呢要明确了牵头的单位 要明确的对积的机制 要明确时间表 一项一项的去把它呢落实 就你只要把规划里面这些任务都落实 这个规划的整体目标就一定要能够实现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想呢要做好了这个规划纲要的宣传解读工作 让这个规划纲要成为呢 真正成为两地人民的共识 尤其是呢成为两地年轻人的共识 让他们自发自愿的 能够呢投入到这个成余双城经济权的建设当中来 那么能够形成了全社会呢 支持这个双城经济圈发展的这种氛围 能够也能够呢使得西部地区的其他地区 能够呢和咱们这边呢形成合力 这样呢我相信呢就是 只要用系统观念去统筹推进成余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那么就一定能够很好的去实现规划的目标 感谢董院长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那么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余地区合作发展的任务书和施工图 对加快推动成余地区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双城经济圈 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再次感谢董院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 今天我们的访谈节目就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